南投县议会今日上午召开第十九届第六次定期会议 在今日议程中县议员张家哲相当关心社区关怀据点的问题 张议员表示 现在社区诺亚开放必须有一定的防疫规范 但社区志工及理事长年纪都偏大 对于规范的这些行政作业不仅复杂负担也较大 因此也希望县府相关单位针对这部分能够给予协助 我们这里社区的理事长是说这些志工 当然他们在做志工年纪也偏大 要他们做这么复杂的行政作业 对他们来讲是非常的负担非常大 所以我也听到很多社区理事长是总管局在跟我说 他们没办法负担 所以他继续继续继续完全开放的时候他才来 但是最重要受到影响的还是我们社区的长辈 所以在这里要拜托我们理科长 还有我们社会处的林处长 针对这部分我希望采取比较积极正向的态度来协助他们 然后让他们尽早可以不受这个疫情的影响 可以尽快回到社区 因应新冠状肺炎疫情的来袭 导致社区关怀据点从5月28日暂停开放至今 对此先议员陈翰立也相当关心并指出 许多长者平时都没有地方去 据点是唯一的去处导致失去他们的重心 因此也希望县府相关单位能够尽早开放社区关怀据点 处长我现在我想要讲的是很多地方因为村里长的关系 或者是自己本身的问题 我觉得说是不是处长因为已经四个月了 四个月从5月28日到现在 已经四个多个月快五个月了 那造成这些老人家顿时失去了一个重心 那我的意思是说中央归中央 可是现在我们如果中部都没有本土案例的时候 是不是处长你有没有一份心赶快让这些该有的机制 该有的这些老人家有一个地方可以去 你有没有一个目标 社区关怀据点平时都会安排许多的课程让长者来参加 长者们透过课程不仅充实了他们的生活 也能学习到许多知识 在今日议程中县议员张家哲陈汉力 都相当关注社区关怀据点开放议题 并在会中提出许多的建言 也期许县府能够重视 尽早让社区开放造福长者 记者习近平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